出发去宜家 前几天我去了一趟宜家 添置了一些小物件 宜家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但我在国内的时候 每次去宜家 感觉就像是一趟出国旅行 而现在宜家给我的感觉 仍然很特别 它的样板间 像是一个个美好的梦见 而餐厅和其他区域 也都弥漫着 独属于北欧的松弛感 也许对宜家的喜爱 最终还是来自于 对北欧的向往 我买了一个迷你 用于给我的桌面 添加一抹绿色 一个用于收集 除余废料的小垃圾桶 一个辛辛念念的蜡烛灯罩 以及一些材料 用于改善我的沙发阳台 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眨眼间夏天就过去了 阿尔萨斯迎来了它最美的季节 秋天 气温变得凉爽 湿度也更加宜人 田里的葡萄迎来了丰收 森林开始泛黄 当然也到了采蘑菇的最佳时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今天换个新的造型 我想尝试露出额头 但貌似非常失败 而且我对穿搭似乎也真的没什么天赋 我一路飙车过来 没想到路边停了一个警车 还好他们刚才没有加厕所一样 不然的话 给我喝一壶了 由于肩膀的基建炎一直无法恢复 而公司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我不得不提出了协议离职 没有存款 没有其他收入来源 有的只是每个月的各种账单需要支付 裸辞对于很多人来说应该都是非常焦虑的 然而我 渐渐开始相信 这个世界是虚拟的 我们只是宇宙本身的一部分 它借由我们来体验无尽的可能性 并认知自我 在灵性哲学中 人格被分为小我 潜意识和高我 如果潜意识是行动的幕后执行者 高我是与宇宙的连接 那么小我则是一个为了维持基本生存而存在的角色 它阻止我们实现梦想 并不停地散播焦虑和恐惧 因为它只想维持现状 当我开始理解小我 并选择忽视它的声音时 突然觉得一切都变得轻松了 我这才义无反顾的辞职 将对未来的不确定交给宇宙 当然 想做到这样的坦然 还需要我们保持开放的心态 允许一切的可能性发生 并接受一切 在这方面 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就是我今后的修行方向 这个地点是一处位于山顶的草垫和森林地带 夏天的时候这里有无尽的蓝莓 然而今天我却没有找到可使用的蘑菇 采蘑菇的安全准则就是 只采你认识的蘑菇 我只认识红饼牛肝菇和鸡油菇 但是一直都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 想必是地点的缘故 就当我准备放弃要回到车上时 眼前突然出现了密集的 一簇簇的管状鸡油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天今日作词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这个视频是我Vlog转型计划的过渡作品 它离我理想中的最终形态还有一些距离 但是我觉得我已经走在了正确的路上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订阅点赞支持我的频道 谢谢 如果你成功的看到了这个视频就不用我担心了 那就说明这个蘑菇没有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